我告诉你啊,以后猪肝买回来,不要种蘸酱油吃了。 今天教你个新的吃法,那是真相啊。 准备5块钱的猪肝,先给它切成一元硬币那么厚。 加上一些高度的白酒,冲事和姜事,这才是去形的滚锅。 把猪肝抓匀,腌制5分钟,然后用清水给它洗净。 每天都分享做菜的小技巧,给个双击鼓励一下呗,非常感谢。 撞干水分之后,加上少许的精盐,胡椒粉,一小勺的干粘粉。 这才是猪肝又滑又嫩的关键。 锅里炒香,葱酱蒜和小辣椒,加入一包这个水煮调味酱。 用它去做水煮又片水煮鱼,各种的串菜都非常的好吃。 现在都是9块9三包了,真的很划算。 加上适量的清水,我们自己爱吃的青菜。 煮至端上之后,给它垫在碗底,然后把猪肝下锅。 小伙把这个猪肝给它煮熟了,然后倒在大碗里。 撒上一些花椒面和刀口辣椒,再撒葱花和蒜末, 用热肉给它激发出香味了。 这样做的猪肝麻辣鲜香,特别的好吃。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。